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 因为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导致中国东北地区迅速沦陷 在顺利掌控了整个东北之后 日军又对中国上海展开突袭 凭借自己的装备以及后勤优势 顺利取得了在上海驻军的权利 而上海淞沪战役作为中国军队 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 则彻底带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中国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量抗日救亡组织 从这之后 中国与日本之间进行了十几年的斗争 最终终于顺利将敌人赶出了中国 而如今 当我们去回顾中国抗日历史的时候 就会发现 日军在1938年之后少有大规模进攻 那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有人说是救中国的贫穷救了中国一命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里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日本在1931年至1938年之间 所发动的多次大规模进攻 1932年1月28日午夜 日军大部队突袭上海渣北 拉开了淞沪战役的星红序幕 为了迅速拿下上海 日军在此期间多次更换主帅 以数万人的牺牲为代价 不断向上海发动猛攻 后来因为张志忠所率中央军第五军的增援 中日陷入僵持之中 2月28日 英美法三国攻使介入 中日双方在同年5月份的时候 签订了松户停战协议 中国国民革命军失去了在上海的驻扎权 这场战役中国伤亡了30万人 且从松户战役的结束 我们也能够再次切实体会到 什么叫弱国没有话语权 总之到最后 日军顺利将自己的势力扩张至上海地区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而中国也进入了全面抗日阶段 相比于此前的局部抗日运动而言 中国军民在这一阶段抗日的决心更加明确 在这一阶段 日军展开了大规模进攻的代表性目标地点为南京 当时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 受各种原因的影响 各抗日部队并未顺利保住南京 而南京沦陷之后 在这座昔日繁华的城市地界上 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当时在南京保卫战中阵亡的军人多达5万 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后 超过30万军民成为了日军武器底下的亡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直到今天 日本仍然有很多人拒绝成南京大屠杀 他们甚至坚定地认为 本国对中国的入侵是优秀的大和民族 对中国低等民族的改造 1938年2月 日军意图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 觉察到不对的中国军队 以徐州卫中心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而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展开的一场大规模防御战 因为期间给日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 这严重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 其中在台尔庄大战中 我国取得了抗日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这大大鼓舞了当时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 只不过遗憾的是 此次胜利并未能扭转徐州战场的局势 徐州会战最后还是以日军胜利而告终 我国在此次会战中的伤亡约有10万 而在徐州会战之后 中国又紧跟着进入武汉会战阶段 1938年8月 武汉会战爆发 相比于此前中日进行的大规模会战而言 武汉会战的规模更大 持续时间也更久一些 据了解 当时在这场战役中中日双方共计投入了140余万兵力 在中国军民的顽强反抗下 日军在战斗中损失了8万人 因病减员8万人 这导致日本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 武汉会战足足持续了4个多月 中国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多达40万 武汉失守之后 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同年年底 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代表汪精卫公开投降 这导致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 不过更多的人在低落之后仍然选择了坚持抗日 而日本方面也无力再像以前一样 对中国展开大规模进攻 至于日军在1938年之后 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的原因 总结下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日本无法再集中大量兵力进攻中国 资源和地缘因素 导致中日必须谨慎考虑 大规模进攻中国的可行性 美国经济制裁 使得日军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源 这里我们需要知道 日本是一个岛国 其国内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为了攻打中国 日本向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 只不过令日本没有想到的是 中国军民的抗争精神会那么强 他们根本无法按照自己此前的计划攻下整个中国 而为了把握住占领区 日本的兵力被大大分散 如果日本选择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 那么就必须将其他占领区的日军召集到一起 这会给各大占领区附近的抗日武装力量反击的机会 且在前文中我们也提到过 日本在武汉会战之后 就已经失去了战略进攻的能力 出于对全局的考虑 日本并未在1938年之后继续展开大规模进攻作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当时占领中国的各大城市 除了方便打击中国军民 更好地展开入侵中国的系列作战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从中国获取资源 日本虽然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从中国获得了不少资源 但是这些资源并不尽然可以帮助日本入侵中国 比如说日本当时非常希望在中国找到石油 以更顺畅地将战争进行下去 但实际上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几乎翻遍了东北 都没能找到可供长期开采使用的油田 而有意思的一点是 日本当时利用很多先进砍探设备 都无从获悉油田的所在之处 这就导致日本需要从其他途径获取石油等资源 并且除了这些战略物资以外 中国当时的贫穷落后也让日本头疼不已 起初日本希望通过在中国东北大力发展工业的手段 支持自己拿下全中国 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 日本发现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 要知道在中国的华中华南等地 原有交通道路大多为泥路 很多地方落后且贫穷 再加上中国为了抵抗日本也会自行毁坏道路 这些原因都导致日军很难在有关地区展开快速机动作战 而日本也不可能一边修路一边打仗 事实上日本当时会在第一时间针对中国的各大枢纽城市发动攻击 也是因为看中了这些城市 以及周边地带的道路交通比较发达的优势 不过我们不能因此片面地认为是中国的贫穷和落后救了火国一命 因为当时中国的落后贫穷给本国带来更多的是伤亡和损失 最后则是因为日本受到了美国的经济制裁 在最开始的时候 日本和美国之间存在一个贸易协定 这个协定让日本有其他途径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 但是后来美国要取消这个协定 还将日本曾储存在美国的货币进行了冻结 这就导致日本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 从而失去了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总而言之 日本在1938年之后无法再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原因 主要就是资源的稀缺 兵力的不足 以及中国军队的顽强抗争 而中国当时的贫穷落后 固然在一定程度上 让日本很难发动大规模进攻 但是要说因为中国贫穷落后救了中国 这观点实在是有些片面和不严谨